歡迎收看生活跡象 趕快來關心天氣 首先來看 氣象局在稍早發布了 豪雨特報 可以看到這九個縣市要特別注意 也就是從嘉義到新北 東北部還有東部山區 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尤其是這個南投縣 則是來到了豪雨等級 而現在正好是下班時間 也提醒觀眾朋友 要注意雷擊還有強震風 而入夜之後 這波雨是就會趨緩 來看到這個雨區預報 到了明天就只有東南部的沿海 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到了中午的過後 大臺北地區 東北部地區 還有其他山區 也會有局部的短暫雷震雨 所以外出記得還是要攜帶雨具 以備不時之需 另外明天中午前後 氣象局也針對高雄市 屏東縣晉山區或河谷 發布了橙色燈號 代表會有連續出現三十六度高溫的機率 民眾要特別注意 而緊接著來看詳細的溫度預測 基隆台北新北最低溫二十四度 最高溫三十四度 桃園新竹苗栗最低溫二十四度 最高溫三十三度 台中彰化南投最低溫二十三度 最高溫三十四度 雲林嘉義台南最低溫二十三度 最高溫三十三度 高雄屏東最低溫二十五度 最高溫三十四度 宜蘭花蓮台東最低溫二十三度 最高溫三十一度 外島地區馬祖金門澎湖 最低溫二十一度 最高溫來到三十度 再次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氣象局在稍早發布了豪雨特報 從嘉義到新北 要防止這個大雨發生的機率 還有明天高雄和屏東 有可能會出現連續三十六度的高溫 外出要記得防曬還有補水